上海有很多不错的景点 最近又在造山 在这个潜滩那边在造山 所以最新的一个消息是 更让人觉得厉害了的事情 就是黄浦江上要造缆车了 浦西和浦东之间 会多一条空中的线路 叫浦江之星 你看它的这个跨江缆车项目 已经签约 它的起点是浦西的徐慧滨江 西岸金融城 连接到的浦东是后滩的 世博文化公园 也就是说应该是在山上 和这边的什么地方之间 连了一个缆车 所以原来想着造这个山很奇怪 那看样子这个跨江的缆车 是很有可能经过山或者塔 或者建筑形成的 那其实这样的风景线来讲 其实很多人难以想象 很多人反对 说黄浦江上千万不要造这个东西 我宁愿他从江底下走 就像延安隧道 虽然走的人不多 但是反正也是一个慢行通路 你现在跨江造一个缆车 虽然全全世界各地都有这样的类似的项目 但是在黄浦江上造一个缆车 好多人从心里面上接受不了 我不知道你是否接受 在黄浦江上架上缆车呢 你会不会在缆车建成之后 亲自去坐这个缆车 去欣赏无限的江景呢 欢迎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告诉大家 欢迎讨讨讨讨论